阿布故事 司马光砸钢 从前有个叫司马光的小男孩 他非常聪明 小朋友们都愿意和他一起玩 有一天 司马光和小朋友们在花园里玩 花园里有花、有树、还有假山 小朋友们你追我赶还玩起了捉迷藏了 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 其他的小朋友们都藏了起来 有的人躲在花丛后 有的人爬上了大树 还有一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去了 突然咕咚一声 一不小心掉进了假山边上的水缸里 水缸里满满的都是水 小男孩在水里挣扎着 大声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都惊呆了 有个小朋友哇的一声哭了 还有一个撒腿跑了 司马光没哭也没跑 他赶紧朝水缸跑去 想把水缸推倒 可是水缸太沉了 根本推不动 他想 要是能把水缸里的水倒出来就好了 突然 司马光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搬起了一块石头 用力朝水缸砸去 只听 砰 一声 水缸破了个大洞 水哗哗地流了出来 小男孩终于得救了 很快 邻居们都知道了 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事 大家都夸他是个聪明 勇敢的孩子 小男孩终于得救人的事